大家好,我是瘦皮色生活和奋斗在澳洲的中国大妈 今天我就来教大家怎么样一瓶Avon Cleaner 把厨房所有难做的东西全部剁掉它 第一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放叉子 这个不算太脏,但是一般它会比较脏的 我们就把它Avon Cleaner喷上它 我们倒一边了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 这上面看这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那个油渍还有垢,非常难弄 主要是要把这个圈喷上 我们就把那个有那个够的地方把它喷上 然后大家看这个瓷砖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只能喷这个瓷砖 好,现在喷完了,为什么我们先把它喷上 因为这些东西它要等5分钟才去擦它 而且它喷上等个5分钟10分钟,它不会产生化学反应 这是玻璃的,这个是瓷砖的,都没有问题 现在我们就往上走 看这个盆上面非常脏 这个墙很脏,你不能直接喷 你看我喷到麻布上 好,一擦它就掉了 你看大家看这个黄的都已经掉了 像这个,这个,这个是木头,但是它是光面的 所以我也可以直接喷 那是很厚的脏子 对,非常非常 你想继续这个摄像吗 我就展示出来一块,大家一看这样子就非常干净了 看,这个窗户 在窗户上面也很脏 所以说呢,你看,我拿这个,这个是我刚才也是我已经喷过的 就是这个麻布上是有Aven Cleaner的 我这样子一擦也很干净 好,现在我来擦这个东西 先把这个擦一遍 这是刚才我喷过的 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 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要用Aven Cleaner去喷它 你看像那些小的瓷砖 你要是拿那个菜瓜皮还有钢丝球去擦 还是我说的,你会把它表面那个右都给擦掉 而且很难擦掉 像这些小块的里头,你看 我一喷这个Aven Cleaner 看,看,就是这里,就是非常关系 大家看哈,你看这个黄油 我现在我喷完以后,我拿麻布一擦 大家看没有 看,明显的 我就不用刮它 我就不用刮它 大家看没 明显的 所以说呢,它是非常容易 你看,大家看 就擦得很干净 而且是很容易 你就不用费劲 而且呢,不会把这个 瓷砖上的鱼给它擦掉 你看,大家看这一块 好,我现在大致的擦完以后 我再喷一下,再等五分钟 它会更容易 喷完以后,这是刚才我们喷的 它一喷就死一软,咱再去玩 我现在就是拿水一冲 它就全部都掉了 就是你这样一弄啊 你就一喷等个五分钟 它如果上面有油啊什么 就很干净了 好 它就很干净了 我们就把它放点泡泡水 现在呢,我们就来做这个抽烟机 很多网友问我 那个做抽烟机 那个粉是在哪买的 那个呢 是我带中国汽过来的 就是 如果大家要想是从中国汽 在小皮森上你们是买不到的 而且在澳洲也买不到 所以说呢 我一直没有说那个是什么 那个其实就是火简 但是呢 你在中国记你也记不过来 因为它跟毒品很像 所以呢 你没有经过特殊的清关啊 海湾是不会让你记的 我们现在就是用 看我用这个最简单的 阿龙Cleaner Easy Out 大家在消费市呢都可以买到 我先来喷它 喷的时候哈 这个面上不要喷 只是喷这个网 别的别说了 你看我喷的时候哈 我只是喷这个面 两面这么的喷喷 我把以后就放了 OK OK 那让你看 现在哈 我就来给大家 现在我就来给大家 这是刚才我也是拿阿龙Cleaner 喷过了 你拿这个小小刀子来刮的时候 一定要是湿的 不能是干的 就是这个阿龙Cleaner不能弄掉它 它这样子才能增加它那个 不会把这个抢花 大家看没 黑油全部起来了很容易 它这个还不算太脏 如果很脏的话哈 你一抢哈 抢下来的都是片的 看 大家看到吗 就是你拿阿龙Cleaner一喷它 湿的去抢它 看 看 因为这个是 这是黑的 大家看的不清楚 我现在哈拿这个抹布去给它擦一下 看见没 它黑油很容易就起来了 好 大家看看这块布上的油 这个我们做厨房一般都是拿破布 所以说这个布就不要了 好这个哈 这个都已经我刚才哈 我这你看这上面还有点小的了 所以呢我再喷第二回 看这上面 仔细的看 这上面还有小的 你都不说的 我再喷第二回 现在哈我们来洗这个 大家看这个阿龙Cleaner 喷完以后哈 你看这个黄油 你看这个黄油大家可以看吗 黄油已经起来了 必须是热水 看你就是 这窝窝 所以我们来说 你看 你看这一抽 你看那里面的黄油都已经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了吗 这里面的油都冲出来了 看在上面看在上面这些黄的都是里面的油就冲出来了 必须是热水 好我们就放那儿控水 大家可以这样的测试看得到就全是黄油 看这水你看这黄油都冲出来了 看你屁啊 你看这个油我就堵入都没让它走 你看这油都一冲就里面这个滤网中间的油 一冲就出来了 就是说这个大家都能买到的那个东西 因为你拿洗液精洗哈 不管是洗啊刷呀 它里面这些这个往中间的这些油它是出不来的 你刷不到的 你怎么刷就是这么药一噴哈 你整个五分钟再一冲它就非常干净了 这个拿水冲一下 这个是那个 拿水冲一下碰碰水就很干净了 好这个东西都一亮了差不多了 我们就擦干它 给它放进去 这都是刚才以后就擦过的 都亮亮 这都可以啊 看你 你看哈 这我在来翘第二次 因为第一次其实它还是有些小的没翘起来的 但是就干净很多了 翘的以后翘的时候哈 一定你看 我这个阿龙肯定的在上面哈 它一定是湿润的 一定不能干着翘 干着翘会把锅里翘花的 好 这一次基本上都干净了 你看大家看看翘起来的都是白的 都没东西了 我这一擦它就很干净了 看这上面看哪不干净了 如果你看到哪不干净了 再操一下 把这个上面都擦干净 好 这就很干净了 这就很干净了 我们就把它放上 再重新装上就行了 一按上就行了 好 好 我现在来擦这个汤 擦这个 这个 抽烟机 这个其实它不怎么脏的 这个估计可能是我们才做过 但是呢 你看 来 给我 看 看大家看就像这黄油 看这里面这黄油 看这黄油 还有这上面 OK 我也是 拿阿吴茨来一喷它 看见在抹股上吗 都很黄 油一擦住 非常容易 我之前给大家想过 这个 就是说木头不能喷 漆不能喷 但是这个木头 为什么我喷 因为 这个漆和木头 你喷的时候 你要看着 它是 它是量漆 就是这个漆发量 不是那种雅观漆 就可以喷 好 看 大家一看 你看这 就是阿翁克林那一喷 很容易就擦掉了 看 很容易就擦得很干净 最后一步呢 我们来做这个窗帘 这个窗帘 因为是在厨房 它的油非常多 很难做 现在 现在 就是说 我来教大家 怎么做 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 我手上这个 你看看 这个上面的灰 因为这个窗帘 在厨房 它上面的油 非常难擦掉 所以呢 我现在 你只是拿洗液精 你根本擦不掉 它的粘的东西 我现在就来教大家 怎么擦 看到没有 还是两块抹布 我把这个抹布上 喷上 喷上阿翁克林的 这个东西 一般别往台面上放 这个已经喷到阿翁克林那了 你就这样子 大家能看到 这布上 看你 看大家能看到 这布上的灰吗 就是说 因为它就是 这个漆 它是亚光漆 你不能直接喷上来 你就把它喷到那个 不少以后再擦它 这是油 一擦就掉了 好 现在这边我擦过了 我使用拉住 现在这边擦过了 但是呢 这里面 你是过不着的 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把它反过来 把它反过来 把它反过来 把它对外面去 好 布上还是 布上 奔上阿翁克林呢 好 噴完以后 不能再建掉擦了 我们现在就要进来了 进来 拽着这个 两个手 从这边擦 这比较难掌控 所以呢 用一个手在这边 一个手在那边 衣服 哪有 是 一 这就基本上就干硬了 我们再把它扭过来 再擦一点 再擦一点 大家看啊 这个抹布都已经没有那么脏了 其实呢 如果像这种情况 如果太脏的话 这个是可以卸掉的 我们会把它卸掉 拿水去冲它 放上洗液晶 拿水去冲它 但是呢 像这个不是太脏 我就这样子擦 再教大家一个窍门 像这个百叶窗 它是塑料的 它不是很重 你这样子拉上拉下 它没有关系 但是呢 如果现在家里很多百叶窗 它是木头的 而且很长很大 很重 你比较难拉 难拉上 难拉下 这个时候哈 你就必须 拉百叶窗的时候 你必须把这个 叶片 把它放到正中间 然后呢 这个手托托它 这样子去把百叶窗 拉上拉下 它就不会粉在百叶窗 百叶窗就不会掉下来 它就能用了 就能增长它的寿命 好 现在 最后一个 这上面刚才我已经擦过了 我现在来教大家哈 就是像这些抽笔了什么的 就像这样哈 抽笔我怎么擦 我一般也是 你这别疯了 就是把这个阿文克林了 喷到马克上 好 这就行了 今天呢 它这个厨房 其实不太脏 就是说哈 像这些柜子哈 如果你要是有黑的 很难擦掉的部分 就像如果是有黑的 那些锅印什么的 很难擦掉的 也是 我会拿这个阿文克林的 来好 给它一喷 喷完以后呢 一擦它就掉了 因为这个厨房不太脏 大家看这个黑的 这是那种黑锅印 如果你要是拿不擦 就比较难擦 我就阿文克林的 你看我喷一下 然后呢 我的不擦 看见没 一擦它就掉了 就很容易 像最后这个抽屁哈 一定要摘掉 把里面的这个擦了 然后呢 看这个面条 要擦 如果要是不脏的话 就算了 脏的话我也是 我会把这个阿文克林的 喷到肤上 去擦它 扶手 再下一点 它在下面 如果很脏的话 好像又可以喷一下 看这个柜子 看像这个柜子 像这个柜子 它都是活动的 要把这个柜子抬起来 要把这个柜子抬起来 这个下面这个板 下面要擦一下 就像这 下面都要擦 好 像这个洗碗机 像这个洗碗机 看见没 大家擦这个洗碗机的时候 侧面 四面 都要擦 这呢 基本上就结束了 像这个瓷砖 刚才我都已经喷过这个阿文克林那儿了 然后呢 最后一步 喷过阿文克林那儿 我现在不去擦它 因为这个缝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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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擦太难了 我就放上水和洗洁精 放上水和洗洁精 因为已经喷过阿文克林那儿了 所以呢 它是非常容易擦的 像这个水池 我已经教过大家 怎么样去掉这个黄叶和水垢了 药头我也是 刚才已经填上了 我已经教大家了 还有呢 这个水龙头也要清得很干净 我们把水 把水打开 从这边 先擦这边 这一部分 要擦干净 然后呢 这个要再挪到这边 就是这下面这个叶是要擦干净的 这里面 好 这样 像这个是我已经都喷过了 这个是碎 打水果的 搅碎机 我都已经拿那个 去霉菌的东西喷过了 赖好再一刷 像这个东西都要拿那个去霉菌的东西喷的 我已经都喷过了 现在就把它刷干净擦干就行了 这个面是好 这个面 其实都是就是这样子 我这个这个刚才 我都是拿这个阿根克林喷过的 大家注意了 我不管擦什么 我都不会只拿钢丝球 或者这个菜瓜去擦 我是一定要两个 配合洗洁天和 洗洁天和那个 水来弄它的 好 大家看就像这些 它是在那个,我们就是拿这个刀,裹住这个布,那好倒一掉,要能倒掉都倒掉,倒不掉的话,它就是在这个胶下面就不能弄它 就像这个,肩上这些东西,可以拿刀轻轻地倒它一下 好,现在呢,我们全部擦完了,最后一步,Polish,泡光,从上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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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瓶呢,就是玻璃水,就是擦玻璃的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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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所有的厨房就结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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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那个 用的阿文cleaner就是又快 然后呢 主要是不伤及这个厨房的表面 下一次我们再讲烤箱 还有这个洗碗机怎么做 谢谢朋友们的观看 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提问 大家明天见